中俄海军联合巡航的弦外之音 中国海军为额撑散 中俄海军编队于10月17日结束 海上联合-2021演习任务后 正式转入第二阶段任务 也就是首次中俄海上联合巡航 到10月23日东海东部海域举行分航仪式后 这场被外界称为 组团绕日行动一共耗时六天 我用专业工具 大致还原了中俄编队的航迹 航程接近1700多海里 运河3200多公里 2019年6月5日 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 在莫斯科共同签署了 中俄关于发展新时代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新的表述 新的定位 中俄关系体制升级 那么中国海军这些年来 迅猛发展的一个标志性成果 就是中华神盾系列舰艇的陆虚入列 从第三代主战装备052C 052D导弹驱逐舰 发展到今天的第四代主战装备055型万吨大区 中国海军的区域防空反导实力 进入了世界第一梯队 系列 1985